又到了我们双周车谈新闻的时间了 究竟在这段时间里面 海内外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呢 而在台湾有哪些和驾驶呢 有着息息相关的交通心法 即将要上路呢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常常的提醒大家 如果说你在上路前呢 记得一定要把车辆给检查好 同时呢 平常要做好爱车的一个养护 以免呢 你在上路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一些紧急的状况 不只呢非常扫兴 而且还会上你的荷包 而最近呢 其实高工局也公布了 在三月一号的时候 即将要调高在国道上面 脱掉的费用 我们要请罗哥 稍微帮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相关的办法是怎么样呢 其实主要是针对这个血税 我们知道国五会经过血税 是大家这个放假的时候 最喜欢走的地方 但是每次要收假回来的时候 一要高层载 二这个血税呢 多半这个会耽误不少时间 而且只要在血税里面 一出事故 那个绝对是非常的塞车 会严重影响到所有用入人的权益 所以三月一号开始 在血税里面 如果你有故障 需要车辆脱掉的这个服务的费用 从一千五百块调涨到三千块 就是基本费率 调涨一倍 还有调涨一倍 这是因为他们统计 如果你每一次在血税里面 碰到一个状况 它会造成的这个社会时间成本 以及油耗成本 会高达一万三千块 就是说你每出一次状况 至少要花一万三的 大家说的成本 包含了 它要委托业者 在血税的两端都先准备好 有脱掉车 这样才来得及 总不能说 你发生事故 还要从这个交流道 再派车子上来 大家交流道都已经筛翻了 所以它在血税两端 本来就有准备好这些脱掉车 而且这些是委外的 所以这些成本 就会在征收的 这个一千五百块里面去平摊 这样子比较合理 否则的话这个高工局 对不对 这个再附和这样子 那当然一方面也是 希望大家在行车之前 一定要先注意你的 怎么样 行车安全检查 对 免得你到这个血税塞车的时候 然后突然出了状况 这个对大家都非常的麻烦 而且这个不是 只有小型车 其实是各车种 都加收一千五百块的话 小型车三千 八公顿以下的大客车 是五千七百块 超过八公顿的大客车 是六千七百五十块 那有的人会说 我怎么知道我的车会故障 我也不想抛锚 对不对 这个时候 事前的检查就很重要 对 其实这是大部分会在里面 出现抛锚 当然有很多种可能的状况 大部分就是熄火 甚至于你即使是破胎 都会有这个 因为我们会去东部 这个我们还算蛮有经验 要么去露营 要么什么 你还是有可能碰到 譬如说钉子刺破轮胎 你如果没有检查 在上路前 你可能觉得 我的车都有定期保养 可是轮胎你没有保养 轮胎是你也不会去保养的 说不定你就在露营区 扎到个钉子 或是你轮胎已经开始没气 你不知道 所以回来的时候 真的大家上路前 最起码最起码 轮胎你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所以在这边提供一个小技巧给大家 因为那时候我一个月 就换了两次胎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就是车行的老板跟我说 通常大家都是右后轮会爆胎 而且为什么呢 比如说他问说你有没有在高速公路的时候 有开路肩 我说有啊 因为那时候开放路肩 他说路肩也尽量不要走 因为很多大的车 或者是速度快的车 会把所有的一些砂石 甚至于有可能刺破 你轮胎的一些尖锐的物品 会直接可能他会把它喷到 属于车道的比较旁边一点点 所以这点小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后开车不要为了抢快 你就去开这个路肩 好那当然三月一号 这个新法就要上路了 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接下来呢 在这个二月份 其实台湾的汽车市场也非常的热闹 我们看到了在洛杉矶的这个车展上面 其实我们有看到这个Toyota的Prius 有一个小改款的亮相 那再次呢 这个Prius大家改款的部分 是不是融入了PHV的元素呢 芝西 对啊 其实Prius在台湾是 其实它是Toyota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车款 因为它就是最主力的这个Hybrid的车型 那其实我觉得Prius呢 在这个市场来讲是 表现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哦 最主要是它的价格带 其实定价在一百万上下 然后它的整体的配备 尤其是安全性的表现 在这个部分都表现非常的好 而且它在 其实它在国外的评价是非常非常出色 这个第四代的车型 那其实来到国内呢 我觉得它有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 以会购买Toyota这个品牌来说呢 它的消费者其实很大部分的比例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你可能会选去购买SUV或是房车车型 当然你会说 现在Toyota非常多的年轻人喜欢 但是他可能会在差不多的价格带 会去选择AURIS这种车型 所以我觉得Prius在台湾 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被低估了 那另外最主要一个重点就是呢 它的扮相其实是 我觉得有点过度的有特色 在太前卫 对在小改款之前 但是你可能会说他的PHV的车型 就是插电式的版本 其实造型非常的漂亮 以他这个相似的基础下去 打造他的车尾车头车尾有点不一样 就获得非常好的一个评价 所以呢 这一次在去年十一月底的LA车展 Toyota就推出了这个Prius的 第四代的小改款的车型 那大家画面上就可以看到 他在车头车尾的部分都进行了修饰 像他在这个头灯的部分呢 原本是一个有点像回力标的造型 改成现在有点像刀锋状的 那车尾呢原本是两条向下延伸的LED 也改成L型的 所以他整体的造型 其实视觉上跟现行款的PHV 其实已经越来越相似了 那除了外观上以外呢 他在车内呢 换上了一个十一点六寸的直立式的大萤幕 所以他在车载的系统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萤幕的配置 其实比较特别 移标板在中间中控台上方 所以他整体的使用上又更加的人性化 那虽然在动力的部分呢 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是一百二十二匹的纵效马力 油耗表现 一样非常出色 二十六点七公里 每公升的一个数据 不过他在安全的系统上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Prius 已经有在台湾市场 就已经有跟车系统啊 这些主动的安全配备 不过呢在小改款过后呢 Toyota又把他加入了TSSP 这套系统 也就是Toyota高阶车型的一个配备 他其实跟Lexus的LSS系统 已经非常的相近了 包含主动式的跟车啊 盲点侦测 主动刹车 车道维持车道警示 这些功能全部都是标准的一个配备 所以他在产品的很多 很多面向上 其实都在再度的提升 那虽然讲到这个部分呢 大家会觉得Prius在改款后 好像多了不少东西 不过我觉得以台湾核代汽车的 一个操作来讲 他在2月19号 在台湾市场就会发表 那我觉得售价上 应该是不太会有什么变化 虽然他不是一个很核心的产品 但是其实他在台湾市场 每个月也有摆拉一台的一个销量 相比同级去现代的Ioniq 可能每个月都只有挂 个位数的这个量 所以对于台湾的消费者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在 而且不要忘记哦 其实Prius车系非常多 像是Prius C 还有Prius C的一个跨界版本 再加上Prius Alpha 7人座的车型 所以其实 Toyota在台湾的市场 已经建构一个蛮完整的一个 入门极具的hybrid车款 嗯 除了这个小改款的Toyota Prius 很快的就要跟台湾的车迷朋友们 见面之外呢 接下来这一款呢 也相信台湾的朋友呢 已经关注他非常久了 那就是福特的全新大改款的Focus 其实福特原厂呢 在年前就已经正式的公告了 2月20号的时候 他们要正式的上市跟发表 其实当中除了这个Focus 他有全新的设计 还有全新的底盘 跟全新的动力之外 值得关注的呢 就是他搭载Level 2的一个辅助驾驶的科技 对不对 麦斯 因为Focus其实蛮 蛮多年轻朋友 其实让他蛮关注这台车 因为其实他也蛮久没有改款的 那福特六对这台车其实相当的重视 我也相信这个95天的年假 整个福特六应该上下都很紧绷 因为最新的这个说法是说 他们在过完农历年之后 没有多久这台全新的四代Focus 就要以国产的这个资格上市 那在讲这台车之前 他除了说他刚才冠语讲 他用了这个1.5升的三缸引擎之外 他的底盘以及他的车格部分 都叫前代来讲变得更大 之前他有在这个ARTG做一个算是体验会 也不算是试驾一个体验会 那开过的媒体呢 其实基本上对待车的评价都很高 因为我们知道三缸车 过去都有一些比较异于震动的一个状况 可是呢就福特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他对这个三缸引擎调校的据说相当的滑顺 而且他没有什么意义 在各个隔音度方面 而且之前蛮多车迷会质疑说 因为导入国产之后 会不会我们的品质 组装的品质不像国外这么好 那因此福特六合 因为我们知道福特六合他去年他其实砸了非常多钱 陆续在把他的生产线进行一个全自动化的过程 因此他们在这一次上市之前 还特别把这个四座版的这个Focus 运到德国的实验室去做认证 然后去认证这个整个钢材的强度 结果发现说他们所测出来的数据呢 跟之前的是 跟欧洲原厂生产的几乎是差不多的 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他跟消费者讲说就是说 品质这个问题呢绝对 跟过去的福特已经不一样了 就是你现在买的这个国产的Focus 已经跟你在买进口的Focus是一样 那刚才冠宜有讲到说这个 Level 2的这个自动驾驭技术 因为我们知道福特近几年来他一直 除了在车展之后 他还蛮喜欢去参加所谓的电子展 他要展现说他的这个电子研发实力 那其实他包含很多 比如说他这个整个VR的创新啊 那这一次比较 特别一点就是说 他这次导入了这个所谓叫做Colpilot 360的一个新的 行车辅助的系统 那其实他也是集所有这个 行车辅助的大成 那包含比如说这个 主动跟车系统以及自动刹车系统 以及车道辅助功能 那这个在定义上面来讲 他就可以达到所谓的这个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功能 我们还要强调一下这个只是辅助功能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你看到自动驾驶就觉得说他会自己开 你手还是要放在翻样盘上面的 可是以这么高规格的这一些配备来讲 他把它放在国产车上面 我想接下来应该就是等他的售价出来 如果说他的售价也符合这个 冠冠师的售价 我相信依他的产品竞争力 以及他这么丰富的配备来讲的话 应该会相当受到市场的阻误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了 近期在台湾市场上面 有一些新的动态之外 其实在海外市场也有许多的动作 包括了我们在芝加哥车展上面 也有看到了Mazda推出了限量3000台的 纪念版本的MX5 而且其实在美国他们配额有500辆 刚开始准备预购的时候 就完全的受气了 那当然我想这个部分是 我想美国市场也是他们主要的市场 可是我们发现在台湾 你会如果大家注意的话 可以去那个Mazda的官网上面去看一下 目前都没有任何相关于MX5 纪念版本的一个动作 那Michael是不是在台湾车迷朋友 没有缘见到这款车呢 我先卖个关子 这台车全球限量3000台 其实它的这个名称 应该叫30周年纪念版 30年了 这台车已经问世30年了 那现在已经到第四代车型 目前我们最新的车型第四代 那30年回推 那就是1989年的时候 它在这个 同样是美国的芝加哥车展 正式发表这台车 那这台车 我想不管是在30年前 或者是在现在 每一个人都很想 就是有一台后驱的敞篷跑车 每个人都想 不一定要敞篷 但是后驱跑车 是很多很多人的梦 那马自达推出这个呢 就是它用这样的设定 但是它的价钱是比较清明的 它让很多人圆了梦 就是后驱的跑车这个梦 那1989年 它刚在芝加哥车展上来的 就是问世的时候 同年好像就得到了这个 Car and Driver 就是美国的一个汽车达志 获选为当年的Car of the Year 就是COTI 就是这个年度风云车了 那我相信它有这个资格了 因为它有它的整个设计 还有它的产品定位来说 那后来陆续在这个98年 05年到现在的这个2014年 推出了就是234代以后 它坚持的就是一个小巧的车体 但同样是后驱 对 小跑车 一个小敞篷的这样的一个设定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30周年 我们现在看在画面上的 橘色的设定 30周年的特别 这个纪念特别版呢 最主要就是它采用的叫Racing Orange 就是赛车局的一个涂装 它的主打色啊 主打色就是赛车局的涂装 那不管是它的这个硬顶敞篷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或者是它软顶敞篷 都是这个赛车局 然后配Race的旅圈 Race是日本的一个旅圈的大厂 配一个Race的这个深色旅圈 然后呢 在刹车的部分也有强化 就比方说前轮是Brembo的刹车 后轮是Nissin的 就是日本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刹车卡钱系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Nissin 可能价格比较实惠 有合作关系 有合作关系 然后Brembo是用Billstand的 还有再加了一个机械式的LSD 就是它整个车子在这个底盘 还有外观上面的设定的改变 动力是没有特别强调 它有提升了 那另外就是这个 内装有Alcantara的类脊皮的这个皮静 然后有橘色的缝线啊 然后把这Boss久之音响列为标配 然后把这个Apple CarPlay 或者是Android Auto系统 也都是做成标准配备 整体来说 它的这个设定是这个样子 但是回到刚才这个冠宇讲的 台湾会不会进 据我询问台湾不会进 因为没有配额了 因为3000台对于全球来说 光美国就占500台 因为美国我们知道是这个敞篷车 跑车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市场 所以已经也是受庆了 已经没有了 就已经官方已经推出这个消息 说已经卖光了 不过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消息 这个叫做爆料 爆给大家 第一个是19年式 如果没有follow这个消息的 19年式的车型 马力已经从160匹 提升到181匹了 就是它这个2.0引擎 就是透过这个轻量化的活塞啊 还有一些高压分油系统的这些调校 变成181匹了 这个我觉得对这个车迷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以前160不上不下 真的胚起来也没什么感觉 就拍舒服的嘛 对对对 因为我们开那个BRZ啊 或者是那200匹都已经没有什么感觉 对 180匹我觉得像是比较够用的 因为它车子就比较轻 另外一个就是据可靠消息指出 那个消息来源不能透露 要进手牌了 哇 马自达要进手牌了 不过目前我知道的消息是只有软顶敞篷 这个车型要进 因为他们还要试试水温了 对 万一全部都进了 卖不掉怎么办 对 还是只有可能罗哥或者是其他人来买 对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 所以其实我们在自家哥车展上面 除了看到了这个30周年纪念版本的MX5之外 其实在自家哥车展上面 我们看到来自于日系品牌的另外一个品牌 SUBARU也推出了第七代的改款的Legacy 而且这一次的改款重点 大家都把目光放在这个车内的部分 因为它提升了11点1寸非常大的一个直立式的荧幕 以往我们都会觉得SUBARU在内装的部分 稍微比较保守一点的设计 但这次加入很多创新的一些科技的元素 不过罗哥 Legacy 虽然大家都知道 但是好像引进台湾 也许不太可能是不是 对 因为最近都是休旅车当道 那以SUBARU来讲 卖得最好的是Forester 对 还有一些Wagon 车系 然后还有不然就是WRX 那以Legacy来讲的话 是比较成熟的大人位 它的定位是在D segment 所以是以比较大一点尺码 等于是中大型房车的尺码 那这次的第七代的Legacy 它其实它有蛮大的进化 首先它的引以为傲的水平对卧 涡轮增压引擎 它引进了最新世代的FA24 也就是说2.4升的水平对卧引擎 那个马力也很不错 好像有260p 那另外也有2.5的NA引擎 那马力就比较普通一点 不过它已经把这个EyeSight 这个系统把它变成了标准配备 另外就是你刚刚讲的 11.6寸的直立式的萤幕 因为我想Toyota跟他们有合作 我想你在Prius上面看到的 新世代的NATA系统 我想是会共用的 对所以它也变成直立式的11.6寸 这个感觉起来跟Volvo的系统 又有点像 有点像 就是直立的 其实我觉得直立的很好 你不要说横的做两个 你倒不如直的做一个 就跟Tesla Model S 那种直立的一个大一点 所以你在荧幕上面的分配 你可以做自由的调整 你也支援Apple CarPlay 也支援Android Auto等等 这些都是令人感觉到蛮不错的 那第七代的Legas 当然就是SGP 全新世代的底盘 第一个在D Segment 这个车上面发表的 全新的产品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 新世代的大改款 不过很可惜 就像关于你讲的 它很可能不会在台湾上市 这个是已经确定了吗 对 这已经确定了 就是说房车型 旅行车型我想也可能不太会 所以有点可惜 大概在台湾比较 那真的可惜 没有机会看到Legas 这个车型 因为如果你要进来的话 那个价位很可能就 又下不来 那很可能就会跟 很多的豪华品牌 重装在一起 那倒不如选择 自己有特色的产品来发挥 我想这也是一个 比较聪明的决定 可是我们看到Legas 上面它在内装上面 有很大的突破 这也意味着说 未来Subaru可能 以后的车型 也许会跟进 也是配备这么好的一个萤幕 直立式的萤幕 也不一定 相当不错 好 我们看完了 芝加哥车展上面 所展出的车款之外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新年三月份的 日内瓦车展上面 Volkswagen也推出了 小改款的PASA 而且一次的展出了 包括了房车 甚至于有旅行车 还有跨界这三种的车型 但是我们知道的 好像是在台湾 目前有计划的是 会只有引进旅行车的版本 是不是GC 对 刚刚罗哥介绍 Lexy只有进房车 那在福斯帕萨的部分 其实他从2018年是开始 台湾就只有旅行车的一个设定 那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帕萨在欧洲的一个一些地区 他的销量 在他同期对手里面 包含像是马六 Superb 这些车型里面 他都是把他们抛的远远 可是在台湾 其实其实好像刚好相反 这些这几台这几台车 即便有些车落差没有很大 但是passa的销量也是没有什么起色 因为其实在台湾 呃福斯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操作 基本上就只有提逛跟Golf两台车在卖 其他车的销量基本上都是 有点不知道在干嘛 那这样这样的一个设定呢 其实跟这些消费者会购买欧系的 这种D segment的房车来讲 他们其实以欧系品牌的消费者来说 他们是比较喜欢Wagon 当然他有一个房车操控性 那在内装的空间上 其实完全不会比差不多 尺码的SUV来的小 那在小改款的passa的部分呢 其实他最主要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他换上了新的动力系统 从原本的1.4 TSI 钢力紫配温轮增压的引擎 换成了1.5升的新引擎 叫多了一个EVO 那他的马力呢是150匹 当然他同样的 这个车型里面还有2.0升的涡轮增压 马力是190匹 那在台湾的市场呢 柴油的部分基本上是不会引进了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一下 这一颗新的1.5升引擎 其实他在 动力的部分 并没有 桌墨太多 他最主要是呢 在排污上面 以及他加入了那个GPF 也就是柴油柴油车会有的那个旅行器 他现在汽油的车型上面也有 所以他可以符合欧盟的六期的环保法规 那其他的部分呢 像是我们画面上看到外观 其实差异没有很大 车头车尾 保险桿啊 灯组有一些小小的修饰 其他像是车内呢 他有跟上Volkswagen其他的车席 用上了MIB3的一个车载的系统 这套系统呢 他里面有一个SIM卡 他可以支援很多的像通讯啊 图资导航啊以及Apple Cloud Play Android Auto 还有他的呃 有一个台湾叫Volkswagen的Connected App 他就是车内的其他的成员 你可以透过手机跟车辆连接 可以你假设你坐在后座 你也可以操控 比如说音响的大小声啊 选收音机电台啊等等 这些功能都是有的 当然在国外的部分呢 还有呃 像刚冠语讲到有跨界的车型 还有GTE就是Hybrid油电混合的版本哦 那当然在台湾还会是以小排量的 汽油温暖引擎的动力为主来贩售 嗯 所以其实2019年在台湾的汽车市场上面啊 我们预期有非常非常多新车的一个选择 可以让许多喜欢汽车 甚至于要换车的朋友呢 有更多的一个选择 而且我们看到了除了刚才的那几款之外呢 接下来也是车迷朋友相当期待的 而且呢他还是限量版本那就是BMW的这个8系列 准备要推出的是First Edition 那这个限量版本的部分啊 到底跟8系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麦斯 因为我觉得很多新车在上市之前 像宾市其实他在一个大改款新车上市前 他会出一个叫做Edition 1的这个系列 那我觉得BMW他这一次 因为8系列从他1989年到1999年之后 他停产至今他差不多20年 所以其实也蛮多车迷在期待全新的 这个世代这个8系列上来 所以因此原厂这个BMW的这个部门 他就调出一个叫做限量社 他那个名字有点特别 就是他的车色叫做Frozen Barcelona Blue 就是翻译成中文叫做冷烈巴塞隆纳兰 冷烈 那这个车实呢 他其实就是他的车色 以及他的内装呢都会用上 就是他们原厂所特别为他调出来一个车色 加上他的铝圈以及他的后面这个 所谓的筛形的这个通风口呢都会做出一些 比较特殊的处理 那更重要的是呢 他就是跟这所谓的 賓士的Edition 1一样 就是他在中间的这个饰板上面 他会有个限量 因为他全球只有限量400台 那他在中间上面就会写一个就是说 我的First Edition 你是400台里面的第几台 所以蛮多人在关注这一台车子的 那这台车子其实台湾已经有媒体在 范德的总部有抓到这台车子 那我稍微去比照一下那个照片 我觉得那台照片其实就是First Edition 是啦 我觉得那个因为那个颜色是一样 但是他的轮圈不一样 我是有看过耶 但我不觉得他是First Edition 我以为他就是850而已 对 那因为他的轮圈其实跟这个官方有流出来的照片 不一样 不过范德他那边的说法是说 因为这台车子 他们是要先进来做测试的 那也有可能他们测试的时候 不会用到这么精致的轮圈下去做测试 有可能我在政治发表会的时候 我才会把这个轮圈换上去 嗯 那目前在车子在台湾 他已经有接单价了 范德他的预计是在三月的时候会上市 大概是想说过年的时候先冲一波 就是冲一波买气 那预计单价的话是678万 那国外来讲的话 他有所谓的M850i X-Drive Coupe的车型 那以及这个840d柴油的车型 不过范德觉得说这种所谓的GT跑车来讲的话 感觉开柴油车怪怪 所以他们应该就只会进这个所谓的 M850i汽油版的这个部分 那也是蛮快就会在台湾上市 嗯 所以真的蛮令人开心的就是未来我们在台湾的道路上可以看到这么多非常吸睛的一些新车在路上跑 那接下来这款车呢也是台湾车迷人非常喜欢的 而且也相当熟悉的那就是福特的Mustang 美式的肌肉车 而且听说这个Mustang即将要出的是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要出了所谓的油电版本的野马 但是在最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讯息释出了 那就是福特特别的像这个美国的这个专利局呢 也申请了他的一个V8油电版本的这个系统 他的有一个设计稿 其实流露出来别曝光了 那很多人就在猜说到底呢 这个V8的Hybrid的这个设计稿 会不会就是要用在这个福特野马上面的这个动力心脏呢 还是说是就像之前大家所传的是搭载了2.3升直列式钢一勾布磁 的那个引擎麦克尔 之前有媒体报道就是就是Mustang的Hybrid 可能会用2.3的直四Turbo加Hybrid 就是电动马达的这个动力系统 但是好像也只有那一家在讲这个部分 他讲说有可能400匹马力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后来的消息经过比较确认的是福特 就是在这个认证的一个引擎就叫做V8的Hybrid 他主要还是用应该是啦 应该是用这个大排气量的V8引擎 搭配这个电动马达模组 不过因为如果在大家有看过那个设计图 他那个设计图的话 他设计图就是就八缸 V型八缸引擎 然后这个曲轴箱 然后接变速箱到 还是一样是前置引擎后轮驱动的设定 不过在他曲轴箱的附近呢 可以看到好像似乎是这个电动马达的一个模组 在这个V8引擎的下面 那这样我们推测啦 推测就是它虽然还是以这个V8的前置引擎后轮驱动为主体 但是这个电动马达呢就会让它变成是一个四驱的 就可能是AWD的一个这样子的设计 所以有这个美国的媒体说福特或这个Mustang就会是 这个V8的 V8 Hybrid的设定 那我个人认为动力的还没出来 但我认为它会比现在的比方450匹要来得更大 但是又有人讲说它的扭力会下降 这样比较可以符合这个 这个油电车 野马车迷的需求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啦 但我认为空有一个非常大马力 我们知道美国的这种Mustle Car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扭力 空有一个大扭力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啦 它还是要均衡一点 所以它们会降它的扭力 然后可能就透过这电动马达再提升它的马力 让它变得输出可能会比较顺畅一些啦 就加上它有四轮驱动 但是呢 我是认为 我是认为如果是2.3的Hybrid 2.3直四的Turbo的Hybrid 会是应该是会比较适合Mustle Car 这样的车型的一个 就是讲它前后配重的部分啦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之前大家有 可能有开过5.0 V8的这样车型的话 它的车头呢 会让它的车头变得非常重 就整体的这个车身前后的配重 就不是那么平均 那如果是2.3然后再加上Hybrid系统 那它动力又增强了 这样车身各方面可能会比较轻巧 所以其实Michael预测是可能是2.3 不是大家讲 我不是认为2.3啦 因为它现在大概应该就是V8 Hybrid 但我觉得如果是2.3的话会更好 那如果说是V8 也许有可能会在F150上面 或许会来 因为它车型也比较大 它透过一些软体这样子的调教 它可能也会变成其他SUV或Pickup 使用的一个高性能 高性能车型使用的一个动力 那到底还有哪些车市新闻 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在台湾呢 也有一些车迷朋友们 非常信赖 而且非常喜欢的 这个Toyota的86 甚至于是Subaru的BRZ 我们都知道 它们是属于双生的车款 同时也是共同合作 这两家车厂 共同合作所开发出来的 一个小型的跑车 当然也是比较平价的一个小跑车 可是最近 就是在日本 日本媒体它竟然报道说 这一代车型结束之后 他们即将终止合作的关系 天哪 这让很多车迷听到说 天哪 这这么巨大的一个变化 很多车迷都心碎了 但是 谣言通常都是谣言 它到底是谣言 还是真实的呢 罗哥 我想现在Toyota 已经是Subaru的大股东 所以 在刚开始 他们成为共同伙伴之后 在2012年推出的 86跟BRZ 算是一个出世水温 或者说 加强合作关系的一个作品 它推出来也是相当快智人口 不过 就还是会有人说 这样子的合作 两个产品实在是太像了 虽然这个造型各有清楚 可是基本上你一看就知道 这根本就是轮身兄弟 然后呢 他的水平对我为什么不给涡轮 就很多的东西 在整个的合作制定起来 就是车迷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他们也提不出说法 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是NA 为什么没有四轮驱动 为什么没有涡轮 那再加上呢 因为这个车子基础上是 苏巴鲁在研发 当然Toyota做了很多 造型上的设计 那水平都有是苏巴鲁的专利 所以大股东还是要付给 苏巴鲁一些权利金 所以基本上86这部车来讲 对Toyota来讲 并不是赚钱的车 不过也因为这个86的风潮带起来 所以最近的热门消息 就是跟BMW Z4合作的那台牛魔王 对不对 又要出现了 Supra又要出现了 那所以大家的谣言才会从这边跑出来 就是说你现在跟BMW走得很近 那苏巴鲁呢 你是不是就看不上眼了呢 再加上Toyota因为现在的时代 就是新一代的特殊的车型 又要这个风气起来了 所以以前Toyota的这些 我们讲的所谓的IP好了 就是著名的车系好了 不只Supra 它还有Selica 还有MR2 那个86是拿这个Hajirogu 就是藤原拓海 那个AE86来的 但是知道我们知道 86是Carola的前身 它是四缸引擎 它又不是水平对卧引擎 所以在这个历史上面 或是说你要想要把这个车是 复兴或什么 其实是很多车迷会有很多很多意见的 那所以Toyota下一步要怎么走 它要继续跟Supro怎么合作 因为Supro只有水平对卧引擎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的合作是说 OK 你Supro有水平对卧 我们来合作一台低重心 可是我又要有Toyota的传统icon 所以86是这样跑出来的 那接下来呢 如果Toyota继Supra之后 继86和Supra之后 还要再继续复兴它的小跑车系列 比如说MR2 中置引擎的后轮驱动 小跑车 这一部车可能 跟Supro的合作机会 还会不会存在 这个就不好讲 当然不无可能 因为你也可以做一个 中置引擎的水平对卧 后轮驱动 那不就又跟保时捷很像 那还有就是说 以后的Supro当然 它的引以为傲的四轮驱动系统 它也不可能再被这样牺牲掉 就是一直不用 还有涡轮这些 所以未来比较有可能的揣测 就是说可能会小排量化的四轮驱动 小排量化涡轮 比如说1.8的水平对卧 四轮驱动 而且他们也想要再重新加入WRC的可能 也许车型会做成三门的等等 那Toyota这边发挥空间当然更大了 它有这些传统的 这些很多的快智人口的车子 可以使用 那当然毕竟这些都是一个比较 小众市场 但是却足以塑造品牌形象 像我们到现在就还一直非常的 期待新的Supro 什么时候让我们可以摸一下这样子 好像进来了吗 今年应该是会 今年是会的 因为它跟BMW Z4的关系这么的密切 而且你看它那个中共来看 就跟BMW真的是一样的 那我们也很好奇 它价格会卖多少钱 不过喜欢Toyota86 还有这个SuperRubia 自己的朋友稍微可以不用担心了 因为这个日本的媒体 他们报导出来之后 就有其他媒体去追这件事情 那他们双方是说 接下来下一代车型还是会存在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稍微安心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比较令人觉得惋惜的消息 那就是有一款新车 其实还没有上生产线就夭折了 我们看到Land Rover在去年 就是日内瓦车展上面 他们也发表了一款限量999台的 这个Range Rover的SV Coupe 可是最近他们竟然说 我们决定不让这一款车呢 上生产线 而且不会出现在汽车市场上面 芝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惯于说的这台车 Range Rover的SV Coupe 它可以说是去年日内瓦车展的一个 蛮大的一个看点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台全尺寸的Range Rover 那它用上了双门的一个设计 所以它就是有点再加上它有点斜背 所以它整体营造一个非常美型的一种 全尺寸LSV跑旅的这种感觉 那这辆车呢全球限量999台 而且它的包含它的用料 它的内装都是极致的一个奢华 在国外的报价就已经将近要新台币 1000万元的一个接单价 那这一台车它里面 它的用料也非常好 包含最新世代的 他们的InControl Touch Pro的双萤幕 一个内装的系统 再加上它的动力5.0升的V8机械增压 700牛顿米的扭力的一个 非常强大一个动力哦 以及呢 大家会发现看到萤幕上这个整体的车型 前后的车头车尾设计 都经过了重新的一个造型的点缀哦 这台车可以算是一个Range Rover车系 中独立生产的一个少量客制化的一个产品 不过呢 呃其实Jaga Land Rover集团近期是可以算是处在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首先第一就是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市占率是有下滑的一个趋势 再加上英国脱欧的这个关系哦 所以呢呃 这个严格说起来应该是在财务的状况上需要集团必须要去做一些取舍 那他们之前的已经有传出有裁员四千五百人的一个消息哦 那这一次呃SV Coupe并没有要生产的这个消息呢 其实他们的说法是他们要运用他们有限的一个生产线 因为其实Jaga Land Rover并不算是非常大的一个平台 他用运用他有限的产品线来把资源投注在像是Discovery Sport或是新的Evoque 新的Villar这些车型上面来做生产哦 那未来呢 这台车其实呃 其实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会再付出 因为其实呃Land Rover在之前就有推出过 一九七零年代就有推出过这种双门的LSV的造型哦 只不过说呢 嗯 呃其实严格讲起来应该是他的一些资金的义注上需要做重新的分配 再加上很有可能是他的接单的状况 九百九十九台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哦 不过呢 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其实呃像台湾的市场啊呃在去年Jaga Land Rover台湾成立了之后呢 不管是他的一些品牌的行销啊经销的据点等等 我相信是对于喜好这个英国SUV品牌的消费者来说会更有保障 嗯 其实我本身真的蛮喜欢Jaga Land Rover这个品牌 因为它不只是有一定的历史的这个深度 同时他们创造出来的车辆啊都是你一坐进去之后你会感受到它跟现在目前市售车上面有很大的不同 最主要也是来自于英国 所以其实英国品牌在台湾要经营的话真的要稍微再努力一下了那我们在车上其实看到了除了一些我们知道一些高科技配备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非常重视的就是行车的模式像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节能模式啦或者是这个sport运动化的模式甚至有些甩尾的模式 为了就是要提供给驾驶者更高的一些比如说它在驾驶上面有更好的乐趣啦甚至于在车身的动态上面有一个更适切的一个反应 不过呢最近我们看到在这个Porsche 911全新的911上面它新增了一个所谓的Wet Mode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麦斯 其实我都叫这个Wet Mode叫做这个有钱三宝的救星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 它不就是失路啊就是地面失滑的一个模式 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讨论到很多这种操跑其实它发生事故 很多的原因都是因为在失路的时候 它忽略到说这台车子它的马力太大或是扭力太大 它在不该给油门的时候给油门造成打滑的现象或造成水漂的现象 那这个Wet Mode它其实蛮有趣的 它其实会利用轮拱内部它有一个就是侦测器 它去侦测这个雨水的声音 当它这个轮胎侦测到雨水声音的时候呢 它的全车的这些防护系统 它还不是说它直接介入了 它会问你说感觉现在是下雨了 那你要不要切换到这个Wet Mode的模式 那你就会想说可是下雨天 如果说我是刚下雨完 没有下雨可是地面是湿的 我轮胎还是会卷起这个声音 它说这个系统除了这个轮拱去侦测这个雨水之外 它还会透过前方的挡风玻璃 去研究说现在到底有没有下雨 因此当这个Wet Mode 我只要去切洞的时候呢 保时捷的工程师呢 他也去讲一件事就是说 我不会让你切入到这个Wet Mode的时候呢 我把它去限制你的速度跟限制你马力的输出 而是我提醒你说现在下雨了 可是当你切入到这个模式之后呢 我会改变你油门的输出的平滑度 也就是说它的油门出力不会这么的猛爆 同时它的后尾翼就会升起来 它去增加你的下压力 然后呢你的刹车介入的时间 也都会变得更为的灵敏 让你的驾驶在这个湿路的时候呢 能够有更好的抓地力 然后不会不至于发生意外 所以喜欢这个超跑的朋友呢 又不希望在路上会发生一些什么意外的话 我觉得保时捷这个行车的模式倒是不错的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赶快回来之后呢 还有更多精彩的车市新闻哦 由于3C商品的这个进步 所以让我们能够只要拿一只手机就可以行遍天下 像之前啊 冠宜常常被大家说是路吃 但是现在不会哦 我即使出国我都可以走得很精准哦 而且也还不会迷路 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当打开Google Map的时候 你会发现 比如说我现在站在这个路口 但是我不知道到底 他指引的路到底是往前还是往后 然后你常常会走错了 就是可能走了一段路才发现 原来其实他的这个坐向是在后方的地方 但是最近Google很贴心 他推出了一个所谓的这个AR的一个功能 那这AR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 罗哥 其实他还没有正式推出 不过在美国呢 已经有些记者已经开始试用了 他的功能是这样子 我们都玩过那个宝可梦 有 宝可梦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拿起来 然后你如果玩一般的模式是开启那个照相机 对 照相机AR模式 你就会发现你真实的画面里面有宝可梦 所以你可以丢球去把它抓起来等等 那这个地图导航模式也是一样 就是说当你的手机拿起来 你设定好位置 要导航的地点 再按下去要导航的旁边 会多了一个AR的按钮 当然我刚刚试了一下 我的手机还没开放 不过很可能会开放 所以大家试一下自己的手机到底有没有了 你按下那个按钮之后呢 你在当你手机是指着拿的时候 上面的三分之二就是你的街景 三分之一还是平面的地图 那那个街景的部分呢 他就会用比较实际的 比如说很大的箭头 告诉你说往那边转 这就解决你刚刚的问题 对 因为像我们去欧洲 那个可以用Google的Maps 就觉得东南西北搞不清楚 东南西北真的搞不清楚 对那有时候你要先是不是 这个自己要把这个手机 再重新定位一下 免得你的罗盘可能不准嘛 还是怎么样的 我每次用Google地图 第一次开导航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我应该从哪里走 才是对的 这常常有一个困扰在这边 那有了这样子的AR 渴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也可以很贴心的说 你看了这个街景 你就知道它要往哪里走 也会有一些标示 不过这也造成一个困难 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 用这个模式 对不对 那不是这个看起来 好像会让你太注意 那个画面中的那些符号 然后也许就可以让你 会让你不专心 因为你这个有AR 你就会一直看着这个走就好了 对 因为你这个手机上也有街景 所以他会把它关掉呢 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 把那个AR模式关掉 对也可以一方面 那第二个呢 就是其实你在走的时候 你知道路了以后 你只要手机一平放 它就会恢复标准的地图模式 对 这只是讲 因为我也还没试到 我也蛮期待可以试下 应该像之前我们讲 在挡风玻璃上面 做AR的那个新闻 那把实际的街道的那个顶上 就是你从这边看 然后实际街道的 它就在用AR这个扩增实境 把那个在那个挡风玻璃上面 把那个路指出来 对 但是它如果是指路是OK的 那问题就是说 这个是画面里面你也有街景 所以你有两个街景 大家就怕你一直盯着个街景看 那不行 对不对 就会危险 所以这个有好有坏 我希望到时候正式版 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所以到底好不好用呢 真的要实际上路之后 我们才会知道啦 我们看到Google不断地与时俱进 其实车厂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发现 近期只要新世代的车辆呢 都会采用所谓的这个模组化的平台 像是Toyota的这个TNGA 还有Volkswagen的这个MQB的这个平台 那为什么车厂 他们要做所谓的这个模组化的平台呢 一方面让在生产上面 能够对应更多的车型之外呢 同时还可以降低生产的一个成本 但是有一个车厂哦 它非常有趣 它竟然愿意将它的平台 跟它的竞争对手来共享 真的是佛心来的吗 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 这个Toyota跟很多车厂 都有做这个平台共享 或是合作的关系 其实这个平台共享 就是要降低你的 造车成本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那我们讲这个平台共享的翘楚 就是福斯集团了 福斯集团我们知道下面的 包含Audi 福斯 然后Shkoda Seat 他们通通都是共用底盘 可能外壳不太一样 但底盘甚至是动力系统 他们通通都共用 但现在呢 在他们推出MQB MLB 这些底盘之后 他们做了 为电动车做了一个叫M1B的 电动车的平台 就是为了在这个2020前 他们可能就会先推出一些SUV 或者是MPV 纯电动的这些车款 那之后还有房车 可能还会有跑车 这样的一个车型 那他最主要的是他宣布了 M1B呢 他开放给其他的竞争对手使用 就你可以来买我的这些东西 当然他可以因此降低 他的这个开发的成本 这个道理有点像 咱们台湾的GoGo Roll一样 虽然他不是把这个车架卖给你 我说这个车体结构卖给你 但他动力系统 我可以卖你动力系统 像我们知道什么YAMAHA 什么都有跟他合作 那是同理 那这个福斯宣布 可以让大家买他的M1B底盘平台 那为什么会有人传言说 是不是福特也要这样子 也要用他这个底盘 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知道 福斯跟福特 已经建立了他们这种 战略伙伴的关系 那据我们推测了 他当然是很有可能 福特会用这个M1B的底盘 来开发他之后的电动车的部分 这样他也有办法降低成本是不是 他当然也可以降低成本 我不用花钱开发 我可能花钱要花15亿 可能是欧元 来开发这个东西 但我现在给你买就便宜多了 同时也可以资源共享 那我们刚才有讲到Google 不是有一个这个AR吗 当然现在的VR 这虚拟实境也是非常的 就是受到大家的欢迎啦 而且福特他们说 他们要把这个VR的3D技术 运用在他们的造车上面 麦斯 其实福特在运用这个 所谓的VR造车 他的这个整个研发过程 其实蛮早的 那这个概念呢 就用3D造车这个概念 其实你会像是这种 电影钢铁人那边 可 Mart去开玩 会因为我们聊到 第二个 Porque 是这个 对 我们下题 Flight 我们下题 thì我们下题 感谢观看